好了,那这一次的那个射手座的新月发生在双子座朋友们的对公 那如果大家稍微有一点人彰性的知识,可能会问 那是不是代表我要去交一些新的朋友 要去建立一些新的亲密关系 那理论上是没有错的 但是因为这个新月,我就告诉大家 因为这个热月和它没有其他的香味 所以其实是不是太重要 那我们就是,那我们怎么去看你们这一期的那个运势呢 就是我们先去看塔罗的那个信息 他的那个message 然后我们去从那个信箱里面去找更多的证据 OK? 那塔罗其实那个message是很简单的 就是要大家去多一点的休息 OK? 那从那个信箱去解释的话 就是说因为你们的主星,水星 他就刚才逆行,对吧? 在天蝎座逆行 大家也知道的 OK? 那现在虽然它是回复了那个顺行 但是它还是在那个 后阴影期 post shadow period 所以呢,就是说 就是说那个 鱼波未了 它还有一些 后俗的那个力量 OK? 所以你们大家就是要多点休息 何况 那个水星 它正在三分 在双鱼座入庙 能量很强的那个海王星 那所以其实双鱼座的力量 海王星的力量 也是说 大家要多点的休息 去一些比较黑暗的地方 去 静下来 自己去面对一下自己 OK? 所以其实大家 如果要去做一些零修啊 什么勉强啊 打坐 其实也可以的 但是当然 最简单就是多一点睡觉 那这个是可以 令到 大家的那个身体 是变得更加 更加好的 因为呢 我现在还要去讲一些 普通的张星熙 他们不会跟你讲的 因为他们 可能就是根本 他们不认识这个 这个课题 就是呢 恒星 那这个恒星是 fixed stars 是永恒的恒 不是 不是行来行 不是行人的行 因为我们一般讲的 那个 进步surfel图 那这五个星 就是行星啊 就是planets 但是我现在要讲 就是恒星 永恒的恒 那就有两个恒星 在影响你们水星 的情况下 其实你们水星也 你们双子座也真的 真的要多点的休息 那是 你两个 你两个恒星呢 因为不好意思 因为其实我 我以前去学 张星的时候 我是在法国学的 所以我跟我的老师 也是用法语 还有英语去沟通 所以其实 这些恒星的中文名字 我是不知道的 OK 但是无论如何 第一个星叫 第二个星叫 Zubina Janubi OK Alfeka 还有Zubina Janubi 那在这两个 恒星的影响下 其实 真的 双子座 会比较 懒惰 OK 但是我们 从好的方面去想 我不是笑 大家很懒惰 就只是说 大家其实 要懒惰 不要休息多一点 不要做那么多的东西 OK 因为呢 其实尤其 因为就是 刚才就是 就是现在 水星刚刚 就是回复顺行 但是还在那个阴影期 后阴影期的 对吧 所以呢 大家的 那个双子座 你们的头脑 头脑会 会运转得很快很快 但是其实 你们的脑袋 就是 会转得很快 OK 就是 那个运算 运算得很快 好像一个 超级电脑 但是呢 其实你们的身体 还没有吸引的 对 所以 你们真的要 多一点休息 还有 更重要的原因 就是 其实你们会 很容易 胜病 那是尤其是 什么方面的病呢 就是 从你们的胃部 直到你们 膀 膀肝 要叫膀肝吗 就是你们尿尿的地方 OK 从胃部 就是你们胃部啊 消化系统啊 那个 大厂小厂 OK 还有 就是 消化系统啊 对啊 直到那个 尿尿的地方 也会比较容易出毛病 在这个农历的那个 十一月 所以呢 其实你们多一点休息 是真的要 注意的咯 OK 那最后 我跟大家说一个 比较好的日子啦 就是 西里的 OK 那现在我就是说 西里就是December OK 六号 The sixth of December 十二月六号呢 就是 反而你们 就是可以趁这个日子 去做一点运动 尤其是 尤其是 一些比较危险 一些 极限运动 什么去 飞天下海 也是可以做的 那 敬请大家 每一个双子的朋友 在这个 农历的十一月 也要多点的休息啦 嗯 嗯